最近在韩国不止网路剧 webton漫画充满讨论度 各大事台也纷纷开始制作 与电视节目严格的内容泛不同 因此受到许多观众喜爱 爆米花小姐特准备了 可以说是现今最火的网路综艺之一 主人员为新闻节目的制作人 后来被找来主持文课集 节目一开始主要讨论 后来陆续有偶像团 作为嘉宾 甚至道 爆米花小姐不得不推荐去年 然请到了 听到前奏一下 就已经唤起好多回忆 是所创立的YouTube频道 有许多档不同网赠 包括特别 新西游记主持群量身打造的 跟罗皮迪制作的电视 一相比 像是就是爆米花小姐觉得 创意度和无头程度都很对 时下妹子世代胃口的节目 为了场面 分爆笑 由大事搞笑艺人主持 是一档谈话性赠 节目 因为李龙真出众的主持能力和非常受到 亲人的喜爱 就连Twice CL 宋明浩等大咖偶像都抢着药 而最近在《非常律师与英》中 也曾因为在节目展现超强的综艺感和反转魅力 获得不少好评 拥有鲜明特色和欧美派开放思想的歌手所主 的综艺 因为幽默和不按牌里出牌的谈话风格 受到海内外观众的喜爱 有在看综艺第六感的妞们应该都对印象深刻吧 也因为彼此话学反 真的太好 所以有不少网友在影片下留言 敲碗们快点在一起 由主播出身的综艺人所主持 为当 以张胜归有趣的谈吐 加上节目别具一格的 至 也因为节目的高人气 像是知名偶像团体就 随着节目组一同到汉堡店打工 粉丝也因此看 一共有四季 第一 四季主持人为 第二季为 第三 则是 而他们的工作就是道 这部综艺之所以会如此成功 因此当主持人换人时 虽然节目依旧有趣 但总觉得少点什么 协商网首级的协商企业为 韩国知名炸鸡品牌BBQ 当时因为 网友都对于光希的综艺感和节目制作风格赞叹不已 目前点阅率已经突破900万 这集爆米花小姐也重看了好几次 真的太喜欢光希和BBQ社长正面 对决的部分啦 是以韩国教育频道EBS的人气明星为主角制作的 和过去较为斯版制式化的儿童教养节目风格不同 Giant Bank TV在节目题材上做了很多不一样的尝试 使Penso展现和以往温顺的卡通角色不同的个性 而Penso的魅力就连也被收服 两人的互动十分有趣 也许愿希望之后Penso能上流在西主持的节目 是饮酒大明星和其他明星酒友们一同征服酒的真人秀 节目任务以烧酒度数为标准 每喝完评酒赠予一张贴纸 街头酒吧王最大的看点就 年爆火韩剧也曾出演此节目 是刚开播不久的新网络艺节目 由担任主持人 节目以为主旨 神童必须 在最新的里 神童在开场时 而跟公司背得轻松相处 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不一样的名来做宣传委托了 祝文章之影片及图片版全接 YouTube开放资源 上传者并非new新闻或编辑 若影片遭除尽请见谅